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直播PX引爆笑王阳端水回应左右为难。 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等人为电影追风者举行发布会,分享拍摄点滴。 王一博表示角色为若来热血、聪明、有家国情怀。 王阳面临端水难题,徐平衡手下关系。 蓝西亚说话时,王一博帅气PX引发笑声。 4月5日,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、王学寅、蓝西亚、宋帅等人出现在北京, 为追风者的乘风破浪之夜举行发布会,与大家一起讲述他们在电影中的点点滴滴。 王一博身着一件宽松的格子大衣,梳着干净整洁的头发,李沁将头发竖起,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,雍容华贵。 王阳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,看起来很有风度。 当被问到他在这部戏里所扮演的人物时, 王一博说为若来热血、聪明、有家国情怀。 我觉得有很多词语都可以代表为若来, 最重要的几个词是,热血、聪明、家国情怀。 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是在顺拍的, 所以在心里是有一个历历在目的过程的。 沈图南这个先生,在两个手下面前, 王阳只好端水给两个手下, 一个是黄秘书,一个是魏助理, 一个是魏若来,一个是黄丛云, 都是好苗子。 作为剧中的先生沈图南, 王阳面对现场的两位下属, 黄秘书和魏助理, 只能宠溺端水称, 魏若来和黄丛云都很优秀啊。 有意思的是, 现场蓝西亚发言时, 经过的王一博或许是为了不挡住镜头, 迈开大步,弯腰躲过, 不料全过程被现场镜头完整捕捉。 有趣的是, 在蓝西亚说话的时候, 王一博从他身边走过, 似乎是想要避开摄像头, 没想到却被摄像机拍到了, 帅气的批插让所有人都笑喷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